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又下饭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茄子 把地切去不要 然后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小段 再把茄子立起来 把每个茄子分成四份 这样切出来的茄子口感比较好 茄子皮千万不要削掉 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营养非常的丰富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白醋 把茄子浸泡一下 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上面可以扣上一个盘子 把茄子压下去 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对半切开 再把中间的硬心切去不要 然后先切成大块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去植 然后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红椒 先切成四半 先切成四半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后和青椒放一起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葱叶分别切开 再把葱白切成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葱白葱叶分别切成小块 再把葱叶切成长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四半大蒜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提鲜 再加入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盐 最后倒入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现在我们的茄子已经泡好了 然后清洗一下 控干水分装入碗中 再把鸡蛋液慢慢倒进来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根茄子下面都裹上一层鸡蛋液和淀粉 拌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里多倒入点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七成热 放下筷子能够迅速起泡泡就可以了 然后一块一块放入茄子 开大火炸 如果茄子太多的话可以分两锅炸 炸的时候用筷子轻轻翻动 让茄子受热均匀 全程都开大火 这样茄子不容易吸油 炸至茄子两面金黄 两面变硬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捞出来 控油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倒入葱白爆香 爆香之后 把西红柿倒进来翻炒 炒至西红柿出汁 变软 这样做出来的味道更好 炒软之后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把斩好的茄子倒进来 再把青红椒也加进来 再翻炒均匀 炒至青红椒断生 炒两分钟左右 让茄子吸满汤汁 这样更加的入味好吃 炒好之后 把葱段和蒜末加进来 翻炒均匀 这个蒜末和葱段 一定要最后放 放早了就没那么香了 炒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哇 好香啊 茄子这样做真的是非常的香 虽然没有肉 但吃起来比肉还香 非常的开胃 又下饭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它一点也不吸油 口感 咸甜 适口 软绵入味 非常的好吃 连挑舌的孩子都能多吃一碗米饭 牙口不好的老人 也非常适合 吃起来 清爽 不油腻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